习惯性使用冷暴力的男人会有以下四个特点 你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第一个 情绪极端 并不是脾气大爱发火的人才情绪不稳定 习惯了冷暴力处理问题的人恰恰也是情绪很不稳定的人 他不知道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所以就选择逃避的方式 把不爽愤怒都憋在心里 而情绪压抑久了 迟早会以更强烈的方式爆发 比如断牙式跟你提分手提离婚 第二个 极度自私 冷暴力的本质其实是服从性测试 因为他只在乎自己的需要感受 总认为自己的对错的是别人 不管你怎么说 怎么难过伤心 他都会表现得漠不关心 他只在乎自己能不能赢 你会不会屈服 第三个 没有责任性 冷暴力就是一种逃避行为 他根本不明白婚姻是要靠两个人共同经营的 而不是靠一个人努力 遇到问题他就想逃 陶的潜台词之一就是我管不了了 你看着办吧 这就是没担当不想负责任的表现 那第四个 情感模式不成熟 他们既接受不了自己的情绪 也接受不了别人的情绪 骨子里是十分抗拒冲突的 所以他们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更不知道怎么去供情你的感受 所以说习惯性的冷暴力就像情感黑洞 会不断地把你拖进深渊 消耗你的能量 如果你现在正在遭遇这种问题 你要做的不是拯救对方 而是先疗愈自己 再修复关系 如果不知道怎么做 可以来找我聊聊